请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讲义三十五页 前面两节课我们就阿弥陀经的经文 有世界明月极乐 七土有佛号 阿弥陀 就这两个有字展开了两节课的内容 一个就说明空与有的关系 第二对概念说明理于是 要说明我们净土法门是有门正空 理事相应定散随机 尤其注重于事相上的修持 也说明了我们事相的法门更超越了理性的法门 因为它是一个果地觉 为因地心所谓果地教 是把圆满的佛的境界 这是一个全体的事实呈现在众生的面前 这是为了让我们兼顾 净土法门修行的原则和信心 那接下来这里边列了一些概念 这些概念都是相关的内容 我们列了八点 当然还可以列得更多一些 第一就是平等与差别 圣道门是平等门 净土门是差别门 空与有 这也说过了 理与是 第四说分别不分别 圣道门圣坛不分别 那净土门就是有分别的 第五执着不执着 往往就有圣道门的修行者 来迫斥净土门 说你们太执着了 其实净土门就是一个执着的法门 执着于弥陀的名号 执着于极乐的净土 执着于弥陀功德庄严 因为圣道法门的修行 它是要破分别执的 所以它讲不执着 那第六点就取舍不取舍 有句话说取舍若即 与不取不舍 也是一样的 在《弥陀要解》里边有这句话 虽然这样说 我们净土门是取舍的法门 取于极乐净土 舍娑婆惠土 那如果是圣道法门 就讲究不取不舍 第七讲苦乐与迷雾 那圣道法门是破迷开悟的法门 净土法门是拔苦于乐的法门 关于这点 我们今天就会再展开来说明 这一般的人 就学净土法门的人 未必要你开悟 也重心重点 也不在求开悟当中 就是要解决一个苦乐的问题 甚至迷雾的问题 很多人并不关心 但是苦乐的问题 一定会关心的 第八点 就是智慧门与慈悲门 那圣道法门可以说 是从智慧门而入 而净土法门 是从慈悲门而入 那智慧门当然是破迷开悟了 慈悲门 阿弥陀佛慈悲救度 拔苦于乐 那法院上甚至说呢 还于吃生极乐 我们不仅不是在智慧门上 用功用力 反而是要还回 愚痴的本来面貌 英国大师说 为上至于下于不宜 这里也是很有说道 很有讲究的 因为我们所谓的智慧 都是小智小慧 甚至很可能障阿弥陀的救度 那上导大师就说 念佛慈悲入圣从 我们是仰藏阿弥陀佛慈悲的 当然站在佛这个立场上 悲至圆容 你真正的切勿了佛志 你一定会心中涌现出慈悲 这个智慧是通达法性 通达佛性 他这个慈悲是法而具足的 所以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是从智慧门 就激发了慈悲 那净土呢 慈悲门也会生出智慧 如果我们真能 仰凭弥陀慈悲救度 那这里面自然就有大智慧 所以潜通佛志 暗和道妙 那虽然有这样的八点 各有入手的门禁不一样 不过呢 都有所谓的 摄受众生根基的 圣凡的差别 修行难易的差别 那么果效上有 风险 还有平安这种差别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思考的 下面一个问题呢 也是有人问的 就是禁门说 阿弥陀佛 成佛时节 现在说法 那阿弥陀佛在极乐说法 我们在这个世界 能不能听到呢 有人来问 当然这个问题 多少数有点知识性 回答说是能听到 有三种文法 一个是文明字 文明字就文到 那阿弥陀佛六字 这也是听闻佛的说法 这六个字 怎么能成为说法呢 这个六字啊 就是奥妙无穷了 佛说的一切教法 都卷在六字当中 你只要你听到 一如耳根 一般的佛名号说 一如耳根 永为道者 这六字名号 你只要听到了 阿弥陀佛 你只要听到六个字 看到六个字 念出六个字 那阿弥陀佛都看到你了 从此对你就要开始 跟踪了 这就是跟踪了 跟踪追击 一定要把我们救到净土 所以这六个字啊 是有声音的 所以上人说 这六个字 不能简单的看为 六个汉字 或者一个符号 或者一个声音 它是佛的本身 它有眼睛 有耳朵 有心灵 可以看 可以听 所以我们听这六个字 也是听阿弥陀佛的讲法 那第二呢 就是密文 密文就是秘密的 我们心中 虽然没有听到具体的声音 但是呢 跟佛是有感应道交的 第三呢 是观成得稳 就是你修观想 如果入三昧 或者见佛了 那就直接听到佛的 说法的声音 这底下列了三条法语 第一条 他方国土 文我名字 这就是四十八元当中啊 有很多愿文这样说的 他方国土啊 诸菩萨众等等 文我名字 如何如何 这就是文 第二条法 就是诸佛如来 是法界生 入一切众生 心想中 就是说我们念佛的时候 我们观想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们一想佛的功德 那阿弥陀佛就来到我们的心中 那佛在你的心中干什么 对你说法呀 你说我没听到声音啊 佛说法不定要有声音的 不像我们这么笨的 那我们凡夫众生 当然了 如果说你不说话 不开口 我不能了解你的心思 那就是不能形成交流 但是佛说法未必需要声音 而且我们听佛的法语 未必要听一个声音 你只要念佛 他在你的心中做工作 自然的叫做密修 密勋 勋息 就像阳光照着土壤的种子 它发芽 它自然就吹发着力量 那么佛的光明照着我们的心中 菩提种芽就会吹声吹长 自然的善更成熟 所以这样好像没有听闻 其实这里边都有不可思议的感应道教 第三点 思想成实 行者当闻 水流光明 集珠宝树 福燕 鸳鸯 揭说妙法 出定路定 横闻妙法 这就是观想成就 极乐世界的一些一报庄严 正报庄严 就可以听说讲种种妙法 佛语三轮说法 佛说法未必是出声音的 三轮就是口业教诫轮 就是用口说声音讲法 深业神通轮 异业纪念轮 就是身口业三页都可以说法 那我们众生只要常念 那么阿弥陀佛六个字 也有所谓的六种成就 这样大家可以思维的 也有清净 增上这三元 我们三页不离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三页不离开我们 所以明心秘义 增福开会 这个说法都在当中了 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探讨的 一个议题就是苦乐 英语经文说 彼土何故名为极乐 启国众生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这是个经文 这经文当然很简洁 但是它的意涵非常的深 而且我们净土法门 一开始所吸引众生的 所引起我们关注的 就是从苦乐而开始 那刚才说了 其实苦乐的问题 是我们人生根本的问题 也是人类最根本的问题 甚至比生死的问题 可以说还要根本 因为之所以我们关切生死的问题 是因为它存在着苦乐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解决生死的问题 也要解决苦乐的问题 如果说这个生死跟苦乐不相关 谁要关心生死呢 生死就死了 这比我们前面说到的 这个空了有啊 理啊 事啊 迷了 悟了 甚至 善啊 恶啊 罪啊 服了 这些 这些可能很 有一些人关心 可能很多人还不关心 空有 我未必要关心 我听得懂 我就听听不懂算 那么理事也是一样 迷雾也一样 我为什么要开悟呢 我只要有钱就好了 能好好过日子 对不对 智慧 这是有智慧的人 去考虑这个 那么到 这个 强调道德的人 可能对于善恶 罪服 这些很关切 但大多数人 其实对这些 未必那么非常的关切 但是讲到苦乐的问题 就没有一个人不关心了 所以讲苦乐的问题 比其他的问题 比善恶 罪服 因果 甚至生死 迷雾 这所有的问题 更加的能打动我们的心 更加的切身 切骨 切心 这个问题 它涉及我们切身的力 密切相关 甚至呢 不是在表皮的 是跟骨 骨髓相关的 所以这个问题 是谁都绕不开的 那么人类的 所有的动机 所有的动力 所有的意愿 可以讲 都是围绕着苦乐 而展开的 我们每天 每一个人 大家想一想 我们心心念念 分分秒秒 能离得开苦乐吗 我们都在感触 苦乐 哎呀 冷啊热啊 好了坏了 不管吃饭 走路 坐路坐车 这车真是 路又不平 是苦乐问题 车又不好 空调又怎么样 吃饭又严多了 闲了 你所有的 每天 都是跟着分不开的 也都在 厌苦求乐 愿意 离苦得乐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所有的 目的 行为动机 都是为了解决 这个苦乐问题 甚至整个人类的 发展史 都是一部什么呢 为了 离苦得乐 的奋斗史 科技为什么要进步 觉得走路太辛苦了 所以就发明了 汽车 先是马车 马车也还辛苦 汽车 汽车还不够慢 不够快 动车 然后飞机 好像解决了 走路辛苦的问题 但是有没有解决呢 又延伸了 比如说 现在 汽车很多 尾气的问题就来了 交通事故的苦恼就来了 能源紧张的苦恼就来了 甚至为了维持这些 还打仗 所以这些人类 虽然我们在 努力的追求 要解决苦乐的问题 我们是 成就甚少 甚至可以说 没有什么成就 所以无量人说 进去说 从苦入苦 从名入名 这个整个的人啊 个人的人生也好 整个人体 人类的整体也好 都从苦恼 走向更大的苦恼 所以苦恼问题呢 是我们 必须要解决的 从个人 到群体 这个世界上 只要有苦乐的存在 就不会太平 必须要解决 根本解决 所有人的苦乐问题 也就是把苦余乐 得到究竟的安乐 这个世界才能太平 有苦人存在 怎么能太平呢 所以我们佛教 按圣道们来讲 关心的是 破迷开悟 那净徒们来说呢 就是 离苦得乐 把苦余乐 那根本来讲 就是要完成 离苦得乐 而这个任务的完成 也就是靠 佛的慈悲 所以我们讲慈悲 慈是 娱乐 悲是把苦 总之 把苦娱乐 是佛教的精神 佛教的根本目的 所以我们净土法门 就从这个地方 来入手 这次我们 阿弥陀经 开头 为什么要 真是 弥陀 极乐国 国民的 意涵所在 当然 这本说的很简略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这个众苦呢 就代表 一切的苦了 所谓的众生 除了佛以外 都可以叫众生 所以始法界 那佛呢 甚至在 《往生论注》里边 佛也可以成为众生 这次大乘佛法里边 也有这种说法 不过这种说法 比较少 那我们一般讲的众生呢 就除了佛以外 等绝一环 这个都是 成为众生 那么 起国众生 就三种形态 极乐国土的众生啊 有三种形态 大家看 《无量寿经》就说了 起国 人天 生文 菩萨 智慧 高明 神智 动达 闲同一类 那么 这三种就是所谓的人天 身门和菩萨 这三种呢 是因顺于方 固有 这三种的 名称 所以 那么净土 所以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那就净土来讲 虽然受人天乐 但是没有人天苦 那我们这个世界的话 你要得人天之乐 就一定有人天之苦的 我们想这个世界 哪有 只有乐 没有苦的 你比如说 这个家庭 美满的快乐 就一定有家破 人亡的苦恼 你不可能永远没满 父母 妻子 儿女 你想永远不离开吗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苦的背后就是乐 这个乐 这个乐的苦 乐的背后就是苦 这个乐其实是一个苦 作为代价 就像一个硬币的 正面和反面 就像白天和晚上 谁也离不开谁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 哪有这么真正的 这个 所以无有助苦 但是助乐是不可能 一定是苦乐 交参 交办 那极乐世界的身文 有身文之乐 就极灭之乐 那人天是以享乐 在这个世界来讲 是以享乐 作为标志 身文是以极灭作为标志 那菩萨呢 是以利他作为标志 虽然是极灭之乐 那如果这词徒的身文 它就有一种苦 就是哪种苦呢 不能得无上菩提道 这种苦 它就是偏空 可是极乐世界的身文 没有这种苦 它可以自然 它本来就是发起 大菩提心 之躯无上佛道 那么菩萨之乐 没有菩萨之苦 那菩萨之苦 是什么苦呢 菩萨之苦 比如说这个 已经离了分断生死 可是还有变灭生死之苦 那到极乐世界 这个也是很快 两种生死之苦 都能够除灭 所以最终所享受的 其实就是成佛的大乐 网生论就说 众生所愿乐 一切能满足 那我们的愿乐是什么 我们愿乐不光是 享受简单的人天之乐 到了净土 就愿意成佛的 所以这里的 无有重苦 但受诸乐 究竟说起来 就是涅槃大乐 没有两种生死之苦 但受佛性涅槃 四种之乐 四种功德 所以常乐我尽 这样的境界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佛教的苦乐观 刚才有稍微说到一些 第一点 佛教对人生的认识 用四个字来说明 人生 是苦 也就用一个字 来给人生做了定义 就是苦 所以苦极灭到四地法门 第一就讲苦地 苦是真理 这就是事实 真相 所以叫苦地 那我们佛讲苦 是以真理来宣说的 所以有人不愿意听 听到以后觉得说 你们佛教四大苦空 无常无我 太悲观了 那你讲极乐世界呢 这也不不悲观了吧 讲极乐世界 太夸张了 你太乐观了 其实佛教讲的是如实的话 他讲这里苦就是苦的 我们既不悲观 也没有盲目的乐观 佛教徒 佛所说的话 是如实观 说是这样 就这样 如同观经书上海大说解释的 说净如净 说慧如慧 说苦如苦 说乐如乐 说人天如人天 说二称如二称 他说什么 那就是这样如实而说 所以如是我闻 我法如是做 如是说 没有半点的夸张 那这就是佛冷静的智慧 动达的智慧 所以真于者 实于者 不义于者 如果我们到这个年龄 还没有感觉到人生是苦 那可能 就是觉悟的太慢 需要补课 那年轻人大概十几岁 二十几岁 还感受不深 其实这是一个人的善根有关系 或者说善根成熟有关系 或者说他心中的敏感度有关系 和年龄到没有多大 没有必然的关系 像学院的一个年纪 很小的一个师傅 今年13岁 我看写一篇文章 那是很感人的 他对这个念佛网生 都要同样的文章 同样的道理 不同人说出来 会给我们不同的感受 他说了很真切 这个儿童的心很真切 他不会去说些套路话 像大人那样去说 所以他说的 虽然比较幼稚 虽然比较直白 但是你感到很真切 这个也就是对苦乐有感受的 那为什么要出家呢 初三没有读完 就来出家了 14岁 那为什么出家 说太苦了 那么多孩子 为什么就他都觉得苦 而且一定要来出家 这就是过去的善根 而且他的 他心灵比较敏感 就是比较有他的善根 那可能在盲目当中 比如说有的人在这里面 打麻将抽烟 都习惯了 他觉得挺好 那么有的人进来 马上受不了 他就比较敏感 身体比较清净的人 你吃一点点不良的食品 就会呕吐 就会拉泻 反而身体那个 垃圾食品吃多了 这个身体不干净的人啊 他这么吃肉喝酒 都都不会垃圾 你看我身体很好 其实不知道 他跟毒素两个相应 相协调了 就是在身体比较清净 不会排斥这些 天人如果吃我们的食品 那马上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堕落了 他不会吃你的 你说他身体不好吗 对 不是你身体好 你毒素毒太多了 那么心灵是一样的 这有的人 比如说心灵清净的人 像上人 那心灵比较清净的人啊 他自然不愿意听那些 比如闲话 啰嗦话 他有那是非的话 这是非的话 你一听啊 感觉心灵就是受染污 消耗你的能量 好像一个一把无形的水 掐死你那个法生会命一样 那可是我们如果心灵不清净的话 我们的耳朵专门喜欢听那个是非 一听到之后 他马上出就过去了 耳朵本来这个失聪的就特别灵了 你说什么 啊 专门打听 所以现在你看 坏消息啊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千里尔 这就是烦恼 他为什么要听啊 他里面 心里面有个烦恼的虫 通过耳朵去抓那个信息 满足 填补这个虫 那么清净的人他没有这个虫啊 他不听这些 跟他的佛性不相应 自然那就关闭了 第二我们说呢 苦能启绝 乐多废道 就是对苦啊 有个正确认识 苦 虽然是不好的 但是也有好的一方面 它能启发我们 觉悟 乐呢 虽然大家都很喜欢 可是他也有不足的一方面 他往往都能废食我们的道业 所谓这个富贵修道难啊 乐多的人呢 他就废食道业 像天上的人 他在那里享乐 不要讲天上 就是看世间的人 大红大紫 正在这个飞黄腾达的时候 你叫他学佛 哎 咋着呢 这就是肺道 那反而是苦 也老太太啊 你不要净土法门 为什么 那净土法门 往老年人比较多 当然大家说 你看都是老年人 这个好像没有朝气 其实也未必完全如此 因为净土法门 是一个成熟的法门 他不到这样的年龄 基本上按照常规的业态 一般他很难接受 那边年轻人啊 他喜欢搞个夏令营啊 搞点禅啊 打大作啊 搞点什么东西啊 他就觉得 因为跟他那个年龄相应 但人到这个比较老了 他就对这个生死问题 特别迫切敏感 他然后对净土 才会展生这种迫切的需要 所以往往呢 在悦死苦恼的时候 他这个责法的智慧 也就显示出来 所以不然的话 他如果跟我们的苦乐 不能够切鼻身心的关注他 他学法的动力就不足 往往都是观念性的多 比如在大里大奖特奖开悟了 我没听就知道 这个确实还早了一点 还愣了一点 你现在比如七老八十了 对不对 那个医生就说 你这七天的寿命了 这死亡通知书下来了 还在那大谈 奢谈什么开悟不开悟 谁能救我了 那个时候 急中甚至 苦中就能够知道 就有这个责法也 谁能救 像一个人掉在这个河里 快点淹死了 他还讲什么迷雾了 谁能救我 所以救度的法门 像我们观经 我们净土中 正义三不经典的 关经 唯提西夫人 就是因为 被苦恼所逼迫 他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如果没有被儿子关起来 他就国泰夫人 干万事对人家来操心 服侍他 他在那里享受 他老早听到佛讲法了 是贫博苏罗王的夫人 第一大护法大谈乐 但是他都没求生净土 所以可以说苦恼的人 反而有福了 所以佛陀就跟他说 地听地听 无当未辱 分别解说出苦恼法 也是因为这点 让我们这些苦恼的众生 就有了解脱的希望 所以在 观经的说法 缘起当中 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厌苦缘 前面比较 禁妇缘 禁母缘 因为禁妇禁母 他才被感到苦恼 所以就是厌苦缘 前面两人是为厌苦缘铺垫的 因为厌苦 所以他心求净土 就是心净缘 这里才开展了 释迦牟尼佛的说法 所以这个六缘 可以讲是厌苦缘 作为一个枢纽 那么下面我们引入了 维摩吉经所说的一些话 当然这些话呢 我就读一遍 就非常有力量 说明苦 烦恼 对我们修持 有它正面的意义 而这话说的很大气 很有力量 一切烦恼 皆是佛种 一切烦恼 伪如来种 你没有烦恼 佛就没有种子了 烦恼何以是佛种呢 因为烦恼 他为什么会烦恼 烦恼不过是逆了我们的佛性 这个佛性 当然成了佛菩萨 佛性完全展开 那其实在我们烦恼的时候 正是跟佛性 在这个对抗 就是反面的力量 在这个冲突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更能够激发佛性的时候 它本身也是佛性的作用 只不过是没有顺佛性 他逆了佛性 烦恼离中 乃有众生 起佛法 不起烦恼 拿来追求佛法 有的人就是因为 这个老公又外遇了 然后就到佛庙里拜拜 开始信佛了 有的是因为妈妈生病了 哎呀 这个 然后呢 祈求怎么样 把妈妈解决到庙里去 哎呀 就开始信佛念佛了 因为自己什么 高血压了 心脏病了 得什么病疮了 还种种事情 就是烦恼离中 来有众生起佛法 这确实是不假 我们这样卑劣的众生啊 你叫他什么四大都调和 安安顺顺的叫他学佛法 那学不来的 学的也是知识 不管用 不是真刀真枪的 在烦恼当中 在大的苦魄当中 怎样解决我心中的苦恼 这个时候他来的 真刀真枪的 学的都很实在 这有的人会听法 有的人不会听法 为什么 心态不一样 心态不一样 他真感到苦逼身心 他听到 句句都能听到那个要点 什么能解决我生死苦 什么能解决我的问题 他不会再说你对我错 不再分辨那些 其他他都不听了 他听 这就能解决我的问题 阿弥陀佛很慈悲 能救度我 那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感受 也就所谓没有生死心 苦乐感不强 生死心不强 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他就在做戏论 用一对概念在辨别 判断另外一对概念 这就麻烦了 譬如高原陆地 不生梁花 悲食无淤泥 乃生此花 我们净土宗 也是莲宗 莲花 莲花出乎你而不染 高原陆地上 能长莲花吗 不能 在那个 卑微的 低下的 潮食的 染污的淤泥当中 反而能够生起 这个清净的莲花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 如果充分地感受到 生死的苦恼 我们就会向往佛法 莲花的种子 就会在这里发生 又如 只种于空 终不得生 纷扰之地 乃能自冒 经文都非常美 把种子种在虚空当中 那能够开花 能够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吗 不可能 而放在 土壤 粪泥当中 这样的地方呢 它反而能够 滋长茂盛 也这样 如果就我们净土宗来讲 是很贴切的 我们正是感受到 这个世间的苦恼逼迫 所以更加卖力的念佛 勇猛的念佛 所以厌苦 缘 心尽缘 厌苦心尽 譬如 不下巨海 不能得 无价宝珠 如是 不入烦恼大海 则不能得一切至宝 这当然是菩萨了 他度众生 要入众生 烦恼大海 得到呢 佛 成佛的无上至宝 那其实我们呢 如果感受不到 所谓的生死苦海茫茫 大概也不会保重这个念佛的法门 所以一切至宝就是六字名号 因为我们烦恼深重 罪业深重 所以我们才呢 对这个六字名号 一切至宝呢 感到尊贵 这也是苦啊 对我们学到的正面意义 所以重苦呢 有种种的分别 在佛经里边 也有种种的说法 三苦 五苦 八苦 生死苦 等等 那么三苦是哪三种呢 这三苦就包含一切苦了 三苦 简单说一下 三苦就是苦苦 坏苦 和行苦 这个大家可以查资料 苦苦就是它本身是苦的 比如说 衣食不济了 人食不和了 身体不健康了 被人家侮辱 打骂 诽谤等等 这个是苦的 叫苦苦 什么叫坏苦呢 就是表面看起来是乐的 但是呢 它一定会毁坏 这个乐就是坏苦 比如说夫妻恩爱 这是乐 但是它一定会分离 儿子孝顺 这是乐 但一定呢 也会分离 这不就是苦了吗 那么什么是行苦呢 就是所谓的不苦不乐 但是不苦不乐吧 又是一种 恋恋无常先灭 这也是苦 不能安住 无常 这叫三苦 就包含一切了 苦苦 坏苦 所以苦受 乐受和舍受 这三种都是苦 那八苦就是所谓的生老病死 求不得爱别离院宗会 五营至圣 还有深苦辛苦 身体的苦恼 心的忧恼 都属于苦 内苦外苦 身体的内苦 外面环境的是外苦 那么最大的苦恼 就是轮回的大苦恼 那乐呢 也有种种 世间的乐 这不是真乐 出世的乐 出世的乐 也有好多种 比如说身闻 他的乐 还有菩萨的乐 那就不一样了 那么会土的乐 我们说不世界 那还有净土的乐 这当然也是不一样 总之呢 有种种乐 那最终来讲 究竟的乐 就是佛的涅槃大乐 那么下面引用一些经文 来说明 我们佛法对苦乐的 一些认识 首先刚才这一段经文 所以无有种苦 但受诸乐 在玄奘大师的 一本当中 是这么来翻译的 他说 无有一切身心忧苦 唯有无量 清净喜乐 事故名为极乐世界 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 也就能够 简略地去推下 极乐世界的 快乐的景象 就一切的身心忧苦 都止息 当然对于极乐世界 究竟怎样的快乐 我们是 说不出来了 那不仅说不出来 也想象不到 想象不出来 你说你想象多快乐 想象不到 那怎么办 我们怎么能感受 极乐的快乐呢 其实我们并不能感受 极乐的快乐 我们因为 恰恰非常明确地感受到 这个世界的苦恼 我们是通过苦 反面感受乐 如此而已 打个比喻说 我是一个穷汉 肚子从来没吃饱过 总是饿的 那么饿是苦 对不对 从来没吃饱过 你说那你从来没饱过 你知道饱什么滋味吗 其实他可能比吃饱的人 更感觉饱的滋味 因为他每天在饿 这饿的反面 不饿的就是那种饱 他是另外一种感受 大家对不对 那我们苦 我们在苦的当中 那我们盼望苦不苦 也就是说苦的止息 一切苦恼的终止和熄灭 这样的状态就是乐 不过这个也需要我们用心细细地去体会 甚至很多人连苦乐都分不清楚 当然我也不是我分得很清楚 有很多地方你也分不清 因为细微的地方你分不清的 那究竟的乐都是激进的 激进的 跟佛性相应的这种快乐 当然我们还没有成佛 我们也说不出来 就好像没发大财的人 你只能说 我有饭吃就可以了 到底怎么样就发财呢 是多少万 一千万什么概念 五千万什么概念 想不明白 我们看第二段就是 法华经的经文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甚可不畏 这四句话的经文可以讲我们经常的引用 也经常的听到 耳术能详 但是我每次来读这四句话都是很有感触的 一个我觉得经文非常的庄严 而且佛说的话他非常的肯定 非常的慈悲 这话里面透露出佛无尽的智慧和慈悲 那所说的话就是三界是很广大的世界 色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三界无安 没有安乐 没有安全 没有安稳 都是动荡不安的 温险的 苦恼的 没有安慰 所以这个都是三界无安的 不光是人世间 也不光是这个世界不太平 有战争 就整个从人间到天上到地狱 这一切都是无安的 像什么呢 像一个着了火的房子一样 可是我们感受不到 就说明我们的淤裂 重苦充满 在这个像着了火的房子一样 在当中的一切的苦恼充满着 非常的恐怖 畏惧 但是我们对这些仍然是感受不到 所以在发花经历就说 他有五百个质子 在这个着了火的房子里面游玩 然后那么父亲跟他说 这房子着了火了 噼里啪啪罩 你看虫子烧到处跑 大烟之杠 房子马上就塌了 这个小孩子也不懂得 什么叫着了火 什么叫痛苦 然后就像东张西望 看着他的父亲嘻嘻哈哈的笑 哈哈怎么怎么样 他父亲想这没办法 这怎么回事 然后说哎呀 说外面啊 你们喜欢玩具 外面有洋车路车牛车 二小孩听说啊 有车可以玩具好玩啊 现在话他排了队哗就出来了 好 出来到路地上一坐 他父亲看 哎呀 好了 我的五百个儿子都救出来了 那房子炸了火了 啪烧烘了 你看他父亲 坐在这个空地上 感到安门自在 儿子就问父亲啊 爸爸你不是说有洋车路车牛车吗 怎么没有呢 他父亲上每一个人等次一个大白牛车 这就是伐花经的三车的比喻 当然这个比喻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深妙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经文就讲到佛 真的非常的慈悲 那佛说这样的话 就让我们呢 听起来没有商量 也没有违抗的余地 佛说这样就是这样 他会跟你商量吗 我们很多的人往往就说 哎呀 佛说一极着世界 我没有看见 佛说三界 无碍一如火宅 我也没感受到 只是佛所说的话 我们不必这样 我们也不可能 以我们的语言 来反抗 如果我们对佛的话 提出质疑 就好像我们对了虚空 也说话一样 反抗一样 虚空是不会回答你的 因为虚空不回答我 老天爷你看 我跟你说话 你都不回答我 说明你输了 这就是你太娇慢了 老天爷根本就不会回答你 你根本就不是 不是他回答 他只有怜悯你 可怜你 所以你这个凡人 你就说话 佛不会跟你开口的 那是尽虚空变法 佛讲话 那是没有你余地的说 三界无碍 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 甚可不畏 这讲完这句话 就打动你的内心 就是你无量节的苦恼生死 他啪全部打进去了 他不会讲话 讲这句就完了 你还在那里 还在那一压的笑 根本就没有话 没有余地 就没有你这种反抗的余地 就佛这种自卑 这种慈悲 智慧 这种力量 你无可 随着这种经文的庄严度 也让你感觉到 这样经文读下来 特别的有说服力 那同时我们也感受到 这段经文 也说明 《法花经》 它的归去 在阿弥陀经 因为他讲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 圣可不畏 那么佛陀出现在世界的目的 就是要拔苦于乐 那极乐世界 阿弥陀经文说 无有重苦 但受诸乐 你看 一个是重苦充满 一个无有重苦 那佛陀的目的 就是要把你从 重苦充满的世界 引导到无有重苦 但受诸乐 那种远离忧悲苦恼的 这样的境界 所以法华经一定要走向 净土法门的 那么释迦牟尼佛在外面 大白牛车 也就是给我们成佛的果报 也就是净土法门 所以阳车路车牛车 代表什么 身门称 圆觉称 菩萨称 大白牛车代表一佛称 那我们净土法门 是纯粹的大白牛车 纯粹的一佛称 因为到达极乐世界 决定成佛 所以平等一项 那么在这个娑婆世界 才会讲三乘的教法 所以三乘归于一乘 是要归于净土法门 那无量寿星就说 我们娑婆的造恶众生 靠自己的力量 众苦充满 你有办法吗 你没办法 那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行为 刚才我说了 人类 一切的努力 都是为了想离苦得乐 但是的结局呢 从苦走向更加的苦恼 在无量寿星说到 五恶五痛五烧 这几段也是触目惊心 尤其和极乐净土 庄严对比的话 那真是发起我们的 强烈艳求 这个艳离和心求 其实我们众生的心 都很出烈 不那么敏感 我们听了经文 也自认为自己 相信极乐的安乐 业里苏博的苦恼 但是我们这份心 是有多少的分量 可以讲是很微弱的 比如说我们简单比喻 我们现在很穷 那现在有人告诉你说 今天晚上到某个地方去 有个大富长者 在那给你一百万 我告诉你 今天晚上就是下刀下枪 你都会去啊 是不是 那何况现在 阿弥陀告诉你 我给你极乐世界 给你成佛 那是一百万吗 但是我们还在里 悠悠散散 喃喃洋洋 你说我们到底 有求道的心吗 我们没有啊 从这点就知道 我们是个懒散的众生啊 从这点也知道 我们这个法门 是绝对塌地的法门 靠你一发道心 等到何年何月啊 佛菩萨送给你的 从这点也能证明 我们这个法门 往生的可靠 说怎么可靠 我这么不追求 因为佛送给你的才可靠 靠你追求 你追求不来了 无量寿经虽然这么说 射满大千活 必过要文法 我看我们没有哪一个 什么大千活 必过要文法 说师父对不起 今天晚上我有事要请假 什么事啊 我女儿哪个朋友结婚 女儿的朋友结婚 就是大事的 她要参加 不文法了 大千 什么大千活 什么大千活 这就是没有文法的心 但是我能怎么办呢 好去吧 那怎么办 所以 这是不情之法 白送上门的 这才知道我们的法门的可贵 我们的心 这么一讲完之后 我们就那么猛烈了吗 我们还不会那么猛烈 所以你只要稍微有这么一点点 眼里 缩破 心求极乐 所以射满大师 他的比喻 那是非常巧妙的 他说 贪生水火 南北不见鞭盘 起身无底 中间白道 可阔四五寸 白道代表艳离心 代表求道心 代表怨生心 才多宽呢 才四五寸 水火 南北不见鞭盘呢 水火代表我们的烦恼 我们的贪嗔烦恼心中 能起那个怨生心 亲近怨往生心 其实就是那么一念 今天要碰到 那个不好的事了 呀呀师父啊 我怨生心啊 我愿意往生啊 好 看 哎呀 今天晚上那个股票涨了 哈哈 对 马上他就说 这就不辣 但这点是不是说明 我们就不能往生呢 照样往生 照样往生 这就法门的可贵 本来我们就四五寸的白道 而且这四五寸的白道 还经常被打着扣啊 贪人水火 来搞一下子 哎呀 这个股票也涨了 那个贪人水火 哗水淹一下子了 跟谁发脾气了 哎呀呀呀 荡一下子了 没有关系 照样往生 这就是不可思议 哎呀 像我们这样的人 你离了 遇到这个法门 真是三生有幸啊 而《阿姆陀经》里边 用五浊恶事来形容 杰浊 见浊 烦恼浊 众生浊 命浊 这个浊这个字 你看啊 这个字呢 简体字当然是变了了 水字里边生到虫 三点水 一架个虫字 这是不干净的 浊是浊染 一讲到浊 就好像心得跟粘力住了 不是一个浊是五条 五浊 恶事 那我们就这五浊恶事里面的 浊恶众生 那浊恶众生 主要是见浊和烦恼浊 见浊就是 见解上 也就是写见 不能够亲民的 透达事理的 见解 颠倒的 所以见浊 烦恼浊就是种种的烦恼 逼迫 总之这是佛 对我们三界世界的 众生 还有环境 他的定义 他的说法 佛就这样说的 你说你不服气 那是因为你太稚嫩了 你过一段年生 佛讲的真对 这世界确实是苦的 好我们看 王生正柱 哎呀 王生正柱讲的好啊 三界是虚伪下 是轮转下 是无穷下 是污染下 是破坏下 后面还有两段话 他说 如耻护循环 如残茧自负 哀在众生 递此三界 颠倒不尽 王生正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著作 他的文句非常的美妙 境界非常的高超 解释非常的贴切 他就是非常庄严 给人们很美的感受 那这里对三界呢 陶兰大师是这么说的 首先讲是虚伪下 刚才三界我们说过了 三界不光是人类 地球 不是说我们这个人间 包括三恶道 地狱 就六道轮回 这个六欲天 到四禅天 到四空触天 就是色界 无色界 统统含在之内都成为三界 这三界都是虚伪之相 这虚伪就代表他不真 那可以说明是虚伪像 我们都看得很真实的 如果我们认为是虚伪像 我们就不会这么受苦恼了 我们都看太真了 我想可以从五点来说明 第一点的三界如梦 大家都听说过的 这个梦 梦里边 所以梦中明明有六趣 绝后空空无大千 这个梦 真实存在吗 你说不存在 它好像存在 你说存在 它也不真 所以说大梦 谁先绝 自古以来的人 只要对人生有思考的人 他都会感受到 人生如梦 所以梦 它是不真实的 这三界 就是一场大梦 所以它是虚伪像 第二呢 这三界 它不是真实功德的展现 这里边也有善师啊 等等 它是我们杂业所改 所以它是虚伪像 第三呢 这三界 它不能给我们真实的利益 它会让我们呢 受种种的逼迫苦恼 所以它是虚伪像 第四呢 这个三界 它不顺法性 它不像极乐净土 是法藏比丘 随顺法性 所成就的功德庄严的世界 它是众生的杂业 所以苦乐 种种交杂恶感的业 但总之是不敬之业 颠倒之业 所感得的境界 所以称为虚伪 第五呢 它是无常便灭 不像我们极乐净土 见力常然 无衰无变 所以呢 它是虚伪 无常便灭 很容易说明它是虚伪 你说它是真的吗 真虽真实 就永恒不变 好 给你戴个金戒指 今天给你了 但明天一看 变成铜的了 那你说这戒指是真的吗 假的 我们每一个人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连自己都是假的 你不能怪人家是假的了 我们自己是真的假的 我们假的 你为什么 你老了 你不是假了吗 就是这个念念之间 在无常便灭当中 身心都在变 这个身体据说是 七天 所有的细胞都换一次 你七天前的 你就一点细胞都没有了 哪一个是你啊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思想变得更快 刹那都变了 过去很爱的 现在已经是 拜拜了 对不对 过去仇家 现在也开始 握手言和了 这可都是变幻不拘的 人都是无我的 这是假的 很虚幻 好 那我们今天 就到这里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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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